其中之一为 法不再问 就是文法以后 阿兰就不必再问 两个兄弟差太多了 阿兰的哥哥 就是提婆达多 你想想看 这个两个这样兄弟 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 所以一些常常用 DNA遗传 生物的DNA遗传 是的是没有错的 用遗传 那你想想看 爸爸妈妈的DNA都一样 染色体DNA都一样 一个出事是要来害佛的 一天到晚老师跟佛过意不去 调达提婆达多 一个是阿兰 阿兰是做佛的事者 佛成道阿兰出事 做佛的事者 这么恭敬佛 佛也很了不起 阿兰来出家 佛也不会说 您哥哥对我呢 你哥哥对我这样子 你回去 你们这一家族的 DNA都是相同的 回去回去 阿兰就要哭回去了 是不是 佛没有啊 兄弟归兄弟啊 所以 佛佛 是真的了不起 科学家所没有办法解释的 叫做业力 科学家不知道 遗传学家 也没有办法 前世 这么深入的 所以研究佛法 他可以弥补科学的其实 所以为什么 同样父母亲的基因 基因都相同 对不对 所谓 ATGC 他就是化学元素 区块不同 由这样排列组合 双螺旋 阿 的DNA 父母亲都一样 出来的兄弟 你看差这么多 一个 每天都要害佛 这个提婆大多 还去买这个 买这个 说买 贿赂这个 狂向的主人 贿赂 提婆大多 然后把这个狂向 放出去 要把佛 踏死 就是阿汉经里面讲了 就是啊 佛当那是大部位啦 那是大圣人 大象跑到佛前了 稳住了 心情都稳住了 狂向 马上就歇 那佛都现在跟他 皈依说法 是吧 就自然的 心浮可福 因此 用科学 是没有办法 解释 所有的人生 宇宙 所发生的 种种现象 没有办法的 同样的兄弟姐妹 为什么 个性不一样 学历不一样 成就不一样 看法不一样 这个就是 素式的业力 你看 佛所说的那个法 有多么的严满 所以佛法要用 贯通三世 过去现在 未来 才有办法 把一件事情 前世道严满 所以因此所有的科学家 都很佩服 佛学 都非常佩服 所以英国人的大科学家 也是这样子 他是天文 一个残障的 前世纪有名的 也是物理学家 天文学家 他就说 这个世界根本就不需要上帝 因为世界的宇宙 它就像沉住坏空 很自然的发生 这句话佛陀 早就在2500年 早就讲完了 不需要 他说这个宇宙 不需要上帝的 科学家讲的 佛陀2500年前 就讲完了 所以知识 越高的人 速度越多的人 他就对 越佛法 越深信 坚固的 深信不疑 佛陀实在是圣人中的大圣人 而且是 再也没有显微镜 没有显微镜 佛陀竟然能够讲 佛观一波水 八万四千重 释迦牟尼佛没有用显微镜 竟然可以讲 佛观一波水 八万四千重 八万四千重 就是八万四千重 细境 你看华言经 世纪那时候没有天文望远镜 就可以讲 我们这个世界 有圆形 有椭圆形 有三角形 有马蹄形 有长形 你看到我们现在的天文望远镜 银河世界 有螺旋形 我们这个银河就螺旋形了 有马蹄形银河 有马蹄形银河 还有仙女银河 真不可思议 佛是一切智者 实在是不可思议 我们两千五百年前没有天文望远镜 天文望远镜 我们所能看到的眼睛看到了什么 最多就是看到山啊 前面几座山啊 哪能看到无量无边的世界 所以佛是何许人物 我们就知道 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没话讲 让我们的世尊